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了他有一些忧愁的事 而这忧愁的事在他第二次造访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因此保罗担心如果再去 那么显然哥林多教会不喜悦 而他自己也不喜欢再看到那样的行为 保罗所担心的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一个复辟 以及哥林多教会偏离着基督的信仰 或者他已经失去了那向基督所存 存依清洁的心 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提到了 审判必定要成 因为在这里面要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那在定准的过程里面 保罗若再去必不宽容 那一切犯了罪的人的事情 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了 应有两三个见证人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他的同工 提多 提摩戴 甚至是我们的神 在这里面的定准一切的真假 也就是要把一切犯罪知识表明出来 行那当有的审判 而这个犯罪的知识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保罗已经有所提醒 就是如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的淫乱 像是有人受了他的祭物 因此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的日子可以得救 而保罗这段话 不仅是针对这些犯罪的基督徒来说 也对整个教会来说 因为我们是彼此共生共存 在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 他的真使徒的一个凭据 因为虽然假使徒指责他的气貌不扬 他的言语出俗 但保罗特别提醒了 主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特别愿意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 在这里面我们提到过 软弱是指的人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树立 代表就是我们的罪 代表就是我们在信告上面的不足 所以保罗也制成 他自己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但他愿意自夸自己的软弱 因为这个软弱可以靠着神 靠着基督的能力复辟他一切 保罗特别提到了 基督因软弱被定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人活着 当然保罗在这里面提到 神不会挪走我们的软弱 但是神在这里面 他教导我们的是 他与我们一起迎战 他帮我们克服 他也要挽回我们 所以在那边才提到 在保罗的行事过程当中 他也为哥林多教的基督徒来求 求他们能够成为完全人 也就是求他们能够被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挽回 第五节的经文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神 叫你们一件二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玩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 我们也唤醒 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赵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的带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赵旧人 并不是败坏人 这里的第九节的经文 保罗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是指的希望哥林多教会可以被挽回 他们也可以受完整的福音装备 能够为主所败上 保罗特别提醒了 个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 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 要效法基督的一切行为 所以一件二事都不做 要行事端正 要能够悔改 所以在那边保罗特别提到了 所行的误会 兼淫邪当的事 都求主能够带领我们悔改 一件二事都不做 能够蒙他的愿 所以我们就应当在真道上 存权无痴 完全信考语 让圣灵可以念住 在我们心中 因为我们的心正是神动工的地方 但保罗在这里面指望 哥林多教会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这些福音的界限 就可以因着他们更加的开展 因为在这里面就没有弃绝 也就是传福音的功没有失败 他跟哥林多教会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是不软弱的 中间是有神的刚强在这当中 因为一切能够有神为保罗做践性 而哥林多教会成为保罗福音事工的践性 保罗听到了 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 而基督正是因为这样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软弱是因为人的软弱 使得他愿意道成肉身 但十字架上的复活却因着神的大人带领他救恩得以完全 所以在这里面他乐于求神挽回所有的 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因为使即便在我们身上发动 神却能够因此而在他们身上发动 所以有人若偶然被过犯所剩 保罗在这里面就期待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而保罗这就是属灵的人 他用温柔的心把哥林多教会挽回来 这个挽回就是经文里面所提到的 完全是要挽回哥林多成为主所喜悦的人 让他们在各样的善事上面得以完全 让他们能够一切遵循神的主义 所以保罗这边提到 他去造访哥林多教会 不是要造主所给他的权柄来严厉的对待他们 因为神所示的权柄是要造就人 他不是要毁灭人的 第十一节的经文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得要做完全能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能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段末了的经文 保罗提到了 期待哥林多教会能够喜得 在这当中 喜得才能够有仁爱和平的神 与大家同在 当然清水问安的时候 一定是要圣洁 当然就是要远离二世 保罗在这边提到了 我们要做完全能 也就是我们要怨纳耶稣 对我们的挽回 我们要受安慰 我们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保罗也特别提到了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所有的哥林多教会 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档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额 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的 第十三章也提到了 要同心合意 彼此和睦 因为保罗教导了 在他身上所学的 他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情都是神所示的 而这些事 跟多教会都要去行 也因着去行 是平安的神 就与他们同在 而在这里面 保罗特别提醒了 我们软弱当中 所能够领受的权能 因为我们的信仰 是经历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软弱当中的大人 是在我们救签当中的行义 是在贫穷当中的一切不足 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相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我们都应当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也有一样的意念 因为这一切来自于主 当然有我们的信靠 也就可以让保罗 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喜乐 得以满足 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提到了 这样的满足 是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才能够诚实 这个也是保罗 再一次的提出 他的善意神学的观念 因为之前我们也听到过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这一切的恩赐 执事 公用 都是为了传扬福音 在哥林多的教会 也应当认知 这样一个 三一神 所带来的恩典 让在众人里面 所情的一切事 都是圣灵 显在个人身上 叫人的益处 各位弟兄姊妹 感谢 大家的陪伴 神的带领 我们即将完成 哥林多前后书的灵修 在这灵修当中 特别从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得到 主在这里面教导 祂的旧约的一切应许 要成就于基督的新约 主的爱 也使得基督的无罪 为我们成为罪 祂的富足变成穷 是因为祂爱我们 耶稣基督 以及保罗的为父为母 祂的去 祂的应许 在不去当中 就得以成就 因为我们最后 软弱的瓦器 有基督做我们的宝贝 那我们可以刚强 因为神在这里面 就带领我们 能够当我们属神的时候 就可以生出 没有后悔的拗回来 虽然一切的承担 让我们好像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却是样样都有 无论是喜 无论是乐 也无论是苦 无论是悲 神在这里面 都要淬炼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 为神癫狂 为人谨守 因为一切只是为了 传扬福音 传扬主所使给了 我们的爱 因为神爱我们 也要我们彼此相爱 愿神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